那左上角是A2 所以A2 那後面要不要逗點呢? 不要 我跟剛剛講過說 不要 反正就當成這個是外國人寫的 外國人覺得禮拜天是哪一天 就禮拜天哪一天 等於什麼呢? 禮拜天好了 禮拜天應該是等於多少? 一嘛 禮拜天第一天 等於一 如果這個條件成立的話 如果條件成立的話呢 請你把它改成什麼呢? 格式 那背景的話 圖樣把它改成紅色的 字型呢 把它改成白色的 就是 紅底白字 按確定 那這邊的話 把它Copy 因為等一下還要用 按確定看一下 如果按確定呢 紅色的字出來 表示你成功了 有沒有 馬上就做出來了 很快吧 如果說呢 你不知道這個方法 老闆說 然後請你把年曆變成 禮拜天變成紅色 你不知道這個方法怎麼辦呢? 一個一個慢慢點 也是可以啦 反正就是一個 一年只有52週嘛 就52次 那他會說 那你順便把這個 禮拜六也把它改一個顏色好了 好 再52次而已嘛 那這邊的話 當然就是一樣 格式儲存格 那這邊再新增一個嘛 那也是公式 公式的話呢 就把剛剛那個複字貼上 上面跟上面一樣 把它複字貼上 然後禮拜六應該是多少 七嘛對不對 禮拜天一 大概一二到五嘛 那最後的話 格式請你再把圖樣改成 綠色好了 然後綠底白字好了 白色 色彩字型的部分白色 按一個確定 這樣的話完成 所以最後的話 我們做出來就是 像這樣一個萬年曆 那他有什麼好處呢? 如果你要下一個年度的話 按一個2012 按Enter 他就全部改了 為什麼? 因為他是以什麼呢? 以這一天當成基準 所以 向右也是他 向下也是他 所以 全部只要改一個 全部都跟著一起改 那你會馬上有一個年曆出來 好 這裡的話呢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按摩 ric佔 卡